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 正言上人那里足迹 上说天地之间 就是一所 周藏丰富的藏经阁 人人身上的藏经 都在引导我们 反省或学习 上说我们要好好的 把自己的这部经写好 在写之前 必须先入法 自己这本经的法 才能精彩 发入心之后 我们这本藏经 让别人看了 也会入心 这也是在度化别人 现在敬请一块来 收看今天的节目 上说此季制业人 于竹筒岁月 四十六年前的姻人 呼吁人人 每天发起一份爱心 存下不影响生活的五毛钱 就此展开祭贫祝苦的慈善志业 在随音园发展四大志业 并迫及海外 实际绝对不是一个人做的 其实实际就是大家做的 在四十六年前 有这样的姻缘 我就都是说姻缘 就是有这样的姻缘 刚好就脾气 呼吁人人 一份爱心 所以竹筒岁月是三十个竹筒 人人有爱心 就这样一起花 人人愿意 就这样的每月五毛钱 不影响生活 但是可以做爱心的 慈祭自1991年 开启大陆赈灾因缘 二十年的岁月呼烟而过 尚说慈祭人的爱不曾中断 从急难救助到中长期 援助贫护生活 见村见校聚合许多人的力量 从艰困中走来 也见证了大陆社会 经济环境的巨大改变 走过了二十年前 奇迹走走过的路 在那里呢 有穷困的地方走过的 大陆呢 从开始 穿的棉袄啊 棉被啊 不要钱博跑 要买那么多的棉袄 投入的都是大团体投入 所以说来呢 绝对不是我自己做 我没有做过 我也没有去过 总是我天天都感恩 感恩所有的实际人 人人的爱心 所以才能在大陆 能复佩合理去看 河南刚能是最早期的 也是知道很有文化 文化气质很浓很浓的地方 那这样也有清楚吗 有啊 我们那边有在塞米团 其实这个是上年十年 九一年 滑东滑东大学 对 河南啊 这个安徽啊 江州啊 反正是滑东滑东那边 那上年看到台湾的那一年 很严重 那上年就开始决定了 那正在当然 上年是可以做提示的 就是要去沟通嘛 那上年他就是一直 听着我们说 你衣服要赶快做哦 如果不做 如果这衣服 这粮食没有送到灾民的手上 秋天来了 天天转了 上年不加衣服 冬天 冬天来了 就是上年不加衣服 所以上年就是说 一定要把衣服 把粮食送到灾民的手上 那么上年才会加衣服 那就是 的确是 推动我们其实 一定要赶快加快速度啊 这是上年的词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说 这个因缘还是上年 所以就 那个因啊 那个推动我们去做 所以这个是完全从医生的调 就是从医 来产生的 二十年前要到大墓震灾 非常的艰难 若无把握机会付出 因人骚纵即逝 尚说信有慈悸人 那份弃而不舍的精神 每年冬令也为特困扑发放 不只给予有情的物资 更延续那一分真挚的长情大爱 大太的朋友從甘肅回來 他在你一起說甘肅啊 我們從98年之後 從風味跟惠霖開始 從肉依去年春下來 看到了一位孩子 他小節三年級得到了一個獎狀 得到獎狀的那一天 就是他媽媽要去外去打工 一個是孩子得到了這樣殊榮讀書的獎狀 但是他領到了獎狀很開心 可是剛好那一天 媽媽未來生活 虧得遠離家鄉不可 所以母子在那裡很不捨 孩子得獎很安心 像這樣的家庭 現在已經這個孩子是中學 因為子弟一直一直在關懷 讓這位孩子一直都有獲獎的機會 現在已經中學了 那這個孩子很享受 看到現在我們把它牽村 從那樣高的山上牽到柳川 黃河水可以激灌到一個地方 那個時候 然後不准我們到那裡 然後我們開始是做水教 因為那裡不是沒有水嗎 就是靠天下雨的時候 讓大地的水還有屋頂的水 我們從地上挖水教 所以他們只是靠著天的水 所以他們只是靠著天的水 所以這個種菌 都是一顆顆的種下去 牙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們的澆水是用一杯水 就是一杯一杯一顆一顆的去澆 現在已經牽下來了黃河的水瓶罐 往上瓶罐已經翻到了柳川 黃河經過五湛有個瓶罐的 現在已經收的這種液米 從肉粒種的用一杯水的混鈣 是長到這麼小 現在在柳川 長大的是這麼大 從一瓦30公斤或40公斤頂多 現在他們的水火完全改變了 而且他們不需要遠足掌控救地 所以我們可以回來就是一家 和了讀書的早上出去 做工的早上出去 一日落來以後呢 就是從工地回來 學校回來一家三年 所以我天天都感恩 感恩所有的慈禧人 人人的愛心 上說慈禧事是所有慈禧人所做 慈禧日夜也是全球慈禧人共同的成就 如今大物經濟著然成長 許多大物人士來台參訪 紛紛表示 現在最重要的是 慈禧人聞 令人欣慰 每一個時候呢 公司多少多少多少的人 只要我們一生無量 無量了 每一個人的這一命心 發起了菩薩心 其實呢 菩薩都是在自己 不是說到寺廟啊 拜啊拜啊拜佛來加持我啊 不是喔 我們一定要知道 佛在內心 菩薩在我們的行動中 眾生有苦啊 自己要有感應啊 每一個人呢 都是人間的佛菩薩喔 要自我花大心力大願啊 寒冰 雖然一串麵珠啊 可以換來喔 這個三十多萬 你們人民幣的一個錶喔 其實呢 這個錶啊 戴在身上喔 只是看時間而已啦 我用的都是兩百台幣的 電子錶啦 用到那麼好 可是我的時間也都很平喔 希望我們大家呢 要畫無用為搭用啊 連電一丁喔 再用在 我們生最有用的 那一秒鐘 那一十年 那秒秒連接起來 那像我 實際就已經了 四十六幾年了 我們今天開始了 又要邁向了 四十七年 對 所以啊 這四十七年 要開始喔 就是要 互通給大家 帶著這一面呢 安心回去喔 一省無量 無量從一省 好啊 可以嗎 來自中國大陸的 寒冰師兄 將價值昂貴的 懷錶捐出 畫作善款做公益 上人齊許來自 中國十省份的 志工們 當發大心力大怨 將善心連結 由一而生無量 化無用為大用 作為人間活菩薩 上人眼 一般人對於生後世 雖有自己的願望 單家屬通常無法打破 舊友的觀念 現代科技是廣傳善法的 有力工具 期待大家 都是出於良善的心念 帶動人間善行 真正達成往生者的遺願 現在的網路會傳得更廣更普遍 大家都是用好的心念 好的方法 說好的事 這都是功德無量 何況對人生的 這個最終的願望 說出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有的時候在網路 雖然都歷了疑止 不見得家人願意 這都是往往會有爭論 實際也已經四十多年了 走過來的事情 也有很多很多的坎坷 另外人總是有站在不同的角度來看 世間史 聽到這樣的網站是很好 就是不斷的鋪路 讓更多人去了解 卻吸收 總是觀念會改變的 一般的人都差不多 對身體的最後又要怎麼處理 雖然願望都有寫下來 可能還有一點迷茫 有的家人都會說 也許齁 在生的時候 不懂得如何來孝順 他的長輩 但是他們很重視地底 往生來以後 要如何才能避應子女 總是會感覺到說 要把身體在某一個地點 要如何去安葬前師的這個怎麼樣 其實慈濟在這幾十年來 我都一直在期待人們要打破這樣的迷思 不只是自己的心願自己去學 還要讓他的家屬都會很支持他 這種他的本人 人生的最後要做什麼 他的家屬也都能享用他 真正的到了最後都沒問題 像子季人 大部分都是人身體健康 那就是知道 要如何為人群而付出 一旦生老病死 大家都很能理解 這都是人生的自然法則 生老病死 這一定的道理 任何一個人都逃不過去了 雖然有的人不見得到老 但是病死總會有 大家自己清楚 最後的那一天 他們都會還很珍惜 比如說有的人想要肩大體 最後把這個身體要肩出來 那這個肩出來呢 是讓醫學去做解剖 回到了我們的大學 那我們會很快速的 讓他急速的冷凍 這都要家屬 大家都是很清楚 因為大家都知道 老生以後能留 留多久啊 一個禮拜好嗎 或者是幾天 這幾天內 這個身體一定都不難掉了 等到埋下去 雖然是我們看不到 不過肯定都是從在吃 在苦難他的身體 要不能呢 很快就是一如火 很快就把他化掉 剩下的一堆的白骨頭 大家都很清楚啦 或者是呢 要就是奉獻出來 讓醫生 醫學生都可以呢 在他的身上 得到了人的身體的過測 知己人 大家都是選擇在這裡 所以呢 他們就會送回花蓮 我們的大學 緊急的民共起來 然後呢 兩年後 三年後 才開始出來的時候 那就是讓他回溫 就讓他解凍回溫 那解凍回溫 這個身體呢 這個身體呢 都還有彈性 裡面的內臟都是好好的 那就可以了 讓我們的醫學生 我們都是稱呼 這一些大體老師 往訓者 我們都稱呼他 叫做無語良師 他沒有說話 但是呢 學生可以在他的身上 學到很多 所以叫做無語良師 那有的時候我都會說 來得及的話 讓他良以良識 因為我們有職業嘛 那我們的職業人 有的知道就是說 欸我剩下一個月 比如說在某個醫院 跟他說你可能剩下一個月 或者三個月 他就會選擇 趁著我還好好的 可以回到花蓮 就住進我們的新年病房 一般叫做安寧病房 就在那裡 在那裡他還可以說話 我們就會要醫學生來蓋互動 就讓這一些還能說話的良意 人家說 人知將死啊 奇緣也善啊 所以他會呢 跟他談話啊 他就會說 我這個身體 將來就會選你 但是我相信 你會在我的身體上學到很多 你可以在我的身上 錯話幾十幾百幾千刀 希望你不要在病人的身上 掛錯一刀 這都是無語良識 跟醫學什麼都來講 上桌子季有許多無語良識 生前就是慈濟人 終其一生 皆為海內外苦難眾生付出 直到人生盡頭 又將遺體奉獻給醫學教育之用 這都是出於誠懇大愛 才能成就無數人間善事 大體老實要身體完膝 要保持完膝 萬一呢 在急救當中啊 有七缺啦 不能用 那怎麼辦啊 他們可以捐器官 他可以全身都捐 不只是捐內臟 他還要捐出來 骨頭 我們都可以把骨頭都擠光光 因為呢 他的骨頭 還可以放在我們的骨骼銀行 我們醫院就有骨骼銀行 一個人的身體這個骨骼呢 也許可以救幾十個人 有韌帶啊 有骨骼啊 還有呢 皮膚都要鎖自己 這都是齁 全身啊 都可以捐 這就是 在台灣啊 我們在這樣的推動呢 人人都知道 先能了解到說 這種大自然的法則 要先學火就要先學到啦 生死自在 大家都能了解到啦 最後那一口氣沒有再上來的時候 那就是 最後還要能回饋人類 不只是說回饋大地 是回饋人類 那就是 讓醫學生呢 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去學習 尚說慈濟人心胸開闊 完全覆出毫無掛礙 面對生死也是清安自在 尚人表示 要讓大眾了解生老必死 是大自然法則 無人能逃脫 而學得生死自在 觀念改變後 將能逐漸接受一愛人間 回饋社會的理念 尚說若希望福會日增 就必須自我用功耕耘 心靈有煩惱 可藉著投入至功 了解人世間的苦難偏多 從而見苦之福 解除心中的無名煩惱 尚說人生無常 沒有人能保證 下一刻會有什麼變化 所以在平安的每一個時刻 都要感恩 要把握照顧好自己的心 心能平靜自然就能安心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慈陽 祝福您平安如意 正言上人那裡足跡 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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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月 要人家 kids的日常 您下週一時間再見 我們下週二時間再見 我們下週一節 我們下週一週一 一週一 二十五 下週一